Bills Monthly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范孝勳 嗨 華語電影最喜歡的演員 梁朝偉 我覺得他 他的眼神非常的細膩 他很堅定 每一次看到他在不同的電影裡面 都有一個新的樣子 氣勢 他的氣場在 我在畫面外面都可以感覺到 如果我跟他在現場工作的話 那個應該更強烈吧 我很喜歡 我最喜歡梁朝偉的春光炸蟹 但其實我也很喜歡百度人 就是他可以落差這麼大 他可以是一個這麼有趣的 他也可以像聽風澤一樣這麼認真 所以其實每一個我都非常喜歡 剛剛會舉春光炸蟹是因為 他的衝突跟他的想要 我覺得是在他身上是 我覺得非常強烈 他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的 那個是我覺得好難 跟很 我很 很 很迷人啊 很有魅力 得知入圍金馬獎項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拍一個實境節目 那天其實我一度以為是我的經紀人在整我 因為我跟我經紀人很喜歡互整 就是喜歡玩一些很奇怪的遊戲 所以他那時候來跟我講的時候 他是一種就是 我可以說 然後就很認真然後就好像快哭了 其實我一度想說 天啊你這個戲劇系的人是不是在演戲啊 但後來發現他其實就很認真跟很真誠 我才發現 對 因為我完全忘記那天是公佈的日子 他還跟製作單位去設計說 希望讓我在那天超級忙 做很多事情就怕我記得 其實就很 又驚又喜吧 但是因為眼前的實境節目 我的老闆娘給我一件很重要的任務 我還是得完成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心思特別去想太多 還是想說把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拍攝溫桑的實境節目最難忘了 其實就是剛剛的那一部分 因為它連結的是一個婚禮 那個婚禮是一個同志的婚禮 是一個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婚禮 我好像從婚禮開始 我就開始在哭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哭什麼 但是他們每一次的發言 每一次的對彼此的話 跟對家人的話 都充滿力量跟生命 我就一直被他們的那個勇氣跟 幸福感吧 我就一直被那些東西給打動 那也是那個實境節目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過去合作過的導演 有哪一個是讓我在收穫上面 有不一樣的體悟 其實每一個導演真的都很不一樣 下半場阿吉導演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有一場戲是 我在醫院打完假 跟弟弟打完假要離開走廊的那一場 那一場其實在準備的時候 我在樓梯間等待 我突然有一種 我好想跟導演說句話 我第一次看到導演從很遠的摸 他就用無線電弧 然後導演就這樣 小跑步過來到我旁邊跟我說 你就會相信你自己就可以了 來我們準備Action 你知道那一刻 我不知道在那個瞬間我突然覺得 我好有安全感喔 就是我看到導演就這樣子過來 然後跟我講這個話 很像突然得到一個很強烈的後盾 跟信任感 我覺得演員跟導演之間 那個信任感好強烈好重要 在我上一個作品跟泛導 泛導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他常常在現場跟我說 如果你現在做的每一個表演 只是為了服務鏡頭 跟為了服務觀眾的話 我覺得你不用做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不是你該做的 你就做你該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在跟泛導工作的時候 更多的時間去思考 跟去挖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麼 所以每一個導演都不太一樣 我都很喜歡 就蠻希望可以再一次跟他們合作